如果再来看罗港町第一公优领袖市场在民国六十五年就行 建筑部到达公已经有四十三年的历史了 是老古的传统市场 为了保护团专业和消费者的安全 罗港町公所是向经济部 建筑代表一千八百万的经费保障 要来进行内进保抢的港町 罗港町在库治虹马庆祝告中史达 希望保抢港町完工了后 乡亲进出可以更加安全便利 建筑部对各地的头领袖市场进行内进总体检 罗港町第一公优领袖市场 也等于进行内进保抢港町 65年来六成 到现在已经43年 可以说是一个老旧的市场 根据我们的建筑部 针对我们的老的市场 我们要做一个总体检 当然在初步的评估还有西部的评估 都可以说比较不符合 现在这种研究的要求 所以我们也向经济部 来提捕老旧市场的 我们正部长的一个计划 也获得一千八百万的一个补助 这个计划 现在我们也已经规划 还有发包这个程序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施工 六甘定长康志鸿也特别政奥第一市场 实施工程的进度和拼击 另外点对工程时间过程 人们会去影响到出的本丽 希望团队和乡亲可以了解配合 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施作当中 可以说影响到我们所有的通话法 以及我们民众这个采购 在这部分我们也要求 这个青春 要落实做这个安全的一个警戒 可以让民众可以了解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危险的 所以我们现在市场也是继续在影响 所以这个时间 可以说 比较供体时间的时间 让民众来到这 在采购 还是我们在通话 做成的不便 也请你们来做一个保佑 未来相信这样完成了后 也可以让民众有一个安全的结构 来采购也更可以放心 六甘典公司也向经济报 进出设定 总经会大约1,800万 为头专业结构技术 进行企业设计 用人籍保抑国家的方式 来保抑结构 向内政共同 辅合行经的相关发挥 提升治疗内政令力 保护输用者的安全 就像华西闻林贵英 六甘采红报道